时尚看很如受用 许多人因为回归 离开香港 把房子卖掉到外国去 去移民了 我劝他 我说回归之后 香港这个地方 绝不输给英国人同志 不会得了差 我劝大家不要走 到外国去 我看到很多香港朋友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澳洲 在纽西兰 我都见到 见到之后 他们后悔了 再想回香港回不来了 那时候房子很便宜卖掉 回来就买不起了 我说你们不听话 我说你看 你们要离开香港 香港回归之后 我回到香港来了 我现在在香港 拿的是永久居留 也拿香港护照 香港护照比外国护照好用啊 十许多多国家不需要签证啊 你看 特区的行政多好 五十年不变 所以我们的认知 是从根上认知 从老祖宗 几千年来 这个地方 几德了 德几德后啊 全世界有灾难 人家问我 哪个地方好 我告诉他 中国好 他们不相信 全世界有灾难 中国有没有 当然也有 会比外国轻 没有外国那么严重 什么原因 造业不一样吗 这个造业要把祖宗三代都算上了 不止三代 我们三百代都不止啊 我们的家福 从皇帝算起 四千五百年 传到我这代 是第一百三十六代 我下面一百也是一百三十七 你说 这个种历史 全世界找不到 只有中国有 一定相信祖宗之等 相信佛菩萨保佑 相信谁古生献献 要照顾这一块土地 文化要复兴 文化也不复兴 那就很悲惨了 这个国家民族会消失掉 会灭亡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是真实智慧 是文化的遗产 总结起来 总结起来就是大家熟知的四库全书 这是乾隆皇帝做了一段大好诗 这个人佛菩萨保佑 那么这一套的书 当时总共只写成七套 不读 不读我 都是手写的 清朝末年 跟外国人斩策 八国联军 把医活源烧掉了 医活源里面有一套全书 一套 毁药 全部毁掉了 毁药只有两套 毁药只剩一套 全书七套 只剩了六套 现在在全世界 语言书有 全书有三套版 毁药只有一套 在台湾博物馆 这个我都去看过 读书人 每一天提心吊胆 就怕这个东西失传 这一失传 那比什么损失都大 所以台湾的读书人 这些老教授 都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反映 二十几年前 总算我们的愿望达到了 商务音书馆音 全书 世界数据运回药 量都不大 太少了 太少 就有失传的可能 商务音全书 音三不透 世界数据音混药 音年不透 那个时候 我知道这个信息 我们全心全力 大家给我的供养 我就拿去买这两套书 读书以停